佛跳墙 佛跳墙的原料有十几种之多 主要有水发鱼翅500克 水发鱼唇250克 水发刺身250克 水发猪体筋250克 净肥母鸡一支约1250克 净肥鸭一支约1250克 金钱豹六头每头约15克 猪体肩1000克 猪肚大支一个 鸭尖12个 净火腿健肉150克 吹发干贝125克 鸽蛋12粒 辅料上需要水发香菇200克 调料有金盐15克 酱油125克 绍酒2500克 葱白段95克 生姜75克 冰糖75克 桂皮10克 八角一粒食用油1000克 耗250克 制作这道美食 工序十分繁琐 第一步 将剁去头 紧 脚的鸡鸭肉 切成块 装盘备用 第二步 将去好针膜 洗净后的鸭针 切开 第三步 洗净的猪肚 切成条状 生姜轻轻拍碎备用 第四步 将剁好的鸡肉 鸭肉 猪蹄块 一并下废水锅 蹿一下 去掉血水 捞起用清水 冲洗干净 第五步 净火腿健肉 切成方块形状备用 第六步 在废水锅中 加入葱 姜 绍酒 然后 倒入鱼唇 煮两分钟 去腥味后捞出 倒入鱼翅焯水 去其腥味后捞出 再倒入耗堵 刺身 猪蹄筋 窜一下捞起 第七步 将锅放入旺火上 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加入姜 葱 煸炒出香味 一并倒入鸡 鸭肉 猪蹄 猪肚 鸭尖 翻炒均匀 放入八角 桂皮 和冰糖 倒入绍酒 最后 加入适量高汤 放入火腿健肉 水发香菇 在锅中 加入适量生抽 老抽和盐 搅匀后 大火烹煮二十分钟后 起锅捞出各料 盛鱼盆 汤汁待用 第八步 坛底 放一个小竹壁 先将煮过的鸡 鸭 猪体尖 鸭尖 猪肚块等食材 放入坛中后 加入锅中的汤汁 用荷叶 在坛口盖盐 密封起来 第九步 将装有食材的酒坛 置于火上 烧开后 转为小火 微制三小时 中间需要定时查看 控制火后 第十步 把鱼翅 金钱包 干贝 分别装入 长方形的纱布包里 乞丐 将纱布包 放入坛中后 即刻封好坛口 继续微制三十分钟 第十一步 将刺身 猪体精 鱼唇 分别装入纱布包里 乞丐 将纱布包 放入坛中 继续微制二十分钟 第十二步 将纱布包取出 倒出坛里的食材 即可装入 特制的中内 心微制而成 味道醇厚 造型美观 质地软嫩 浓郁浑香 时时 酒香与各种香气混合 香飘四座 烂而不符 各料互为渗透 味中有味 乃进步嘉评